今次我會見到子君你除了在孫子上創作你的藝術之外 將你的藝術擺在我們的必需品上 好像鎖匙扣、牌子、天氣凍、熱水壺 熱水壺這些我想是去旅行 現在可能掛書包 沒錯 我們都去掛書包 甚至乎你每天攜帶的電話 這個都可以將你的藝術每天融入在你的生活上 即是你可以成績 那些人很喜歡一績 即是你有你的杯 牛煉 可以一個訂做 剛剛拿起的這個都很特別 我其中一個collector叫Andrew 當時他見到我那個I'm not bacon那幅畫 他很喜歡 但他就說 符畫比較大 他想要細張一點 而且他想笑一點 寫I'm Andrew not bacon 哎呀 因為他應該是熟豬 是啊 他就commission我畫了一幅畫給他 那我要買這個嗎 你看看 多疼 是啊 commission我完成之後 也是做了一輪的事 我今年開始有些精品 他就很喜歡豬 我提議不如這樣吧 我把你買了一幅畫 你平時放在家裡 是嗎 幫你做到一個殼 很個人的 只是他才擁有 OK 因為那幅畫是他的 那你就可以 有這幅畫是自軍畫的 那就可以跟多些人分享 不用一定去到家裡才知道 有那幅畫 叫做迷藝術好 我會跟他說 是啊 是啊 那旁邊也有很多難份珠 這個是 中間是一幅畫 但是因為手機殼是打直的 那通常我的畫 可能正方形為主 或者是打橫為主 那我就再加多一點點上去 那他的手機殼就用了一年左右 那我今年這麼巧 我又見到他 我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再送一個手機殼給你 做今年的聖誕禮物 其實一年都差不多要換了 那我就問他 你想要一個一樣的 只是你想做一個新的手機殼 是一個驚喜 那他說要一個新的 那我就已經給他訂了 那希望聖誕前可以送給他 是啊 其實這個都挺好的 聖誕和新年的禮物 那另外這個手機殼 其實是我家裡養的小動物 那你家裡有多少小動物 都多遠 是嗎 我有八九隻龍貓 不同顏色的 是不是比較難養的 最主要是開冷氣給他們 最主要 嘩 還有這麼貴 對 還有他們就比較小衣生式 看他們 因為貓就有狗 大老一點 但是龍貓就屬於小動物類 他們英文叫 也都有貓 這是一個三式的街貓 都在街上拯救回來 然後我們定養了他 一回來他就有神明 那些人的 還有龜 以前是在碎池裡拯救他 那隻龜超乖的 叫寶寶 他是乖到我以前很硬放工 他會 撥在我的腳上 然後跟我一起吃晚飯 即是有靈性 對 會用肢體語言去跟你說話 是啊 而且他會跟著我爸爸到處走 所以我經常笑過像我爸爸的拉仔 然後有客人來他都會放一隻龜出來 你看我隻龜好像狗一樣會跟著我 即是比較少聽到龜會這樣做 其實不要看一些可能 眼子君用幾個線條畫出來 但你會畫到那個動物的神韻 會不會是因為你在家裡會對得多 你的龍貓或者你的小動物多 其實你會留意他們自己的肢體語言 其實我想我的主牌 即是招牌菜是雞 那就是 會養雞 對 good question 你真是每樣東西都很清楚 是 那就是16年的時候 就開始畫水墨畫 我初時就研究 因為我有些油畫是畫landscape 不如我就畫一些山水 大路的東西 但畫了好像效果一般 然後想我喜歡小動物 不如試試小動物 動物 OK 原來有很多動物 那畫甚麼動物呢 那是16年 那我就想17年是雞年 那我就畫雞 那一畫呢 又很受歡迎 即是第一次展出 是Ink Asia 一個水墨的藝術展覽 那些記者 有一些是不跟 即是organizer的tour 自己找一些特別的東西採訪 你見到我的雞 就已經好像吸引了你 我從來沒見過這個style 正如你所說 我是不是小時候養過雞 其實我小時候是養過雞 那時候媽媽在街市買給我 初初就不懂得養 也有養死到他們 所以旁邊有個鄰居 以前是農夫 我問他 那時候我幫他設計他的屋子盒 幫他剪很多窗 晚上有蚊咬他就會死 即是不能被蚊咬到 他就教我晚上要蓋著它 找一塊布布 讓蚊飛進去 自此的雞就沒有死 他還幫我選了三隻母雞 我真的很期待我會有雞蛋 新鮮雞蛋 是否早上六點鐘他就叫你 所以後來是公雞 三隻都是 不過我也曾經有個雞 我在澳洲家的後院 我們也認識很多菜園 又或者是農場的老闆 送了幾隻雞過來 我們會大一點的 那個籠 差不多這麼大 然後就要浪起 浪起 用鐵線浪起 然後雞抓住鐵線 是可以的 因為他會去大小異邊 我們就用水沖 就沖了去 我也很懷念 說回雞也有點疼 因為那時候 H5N日是那些雞淋感 做了瀕漏感 然後人們又怕 基本上政府要撲滅 連寵物都要撲滅 但我們早上起床 他真的天天有一隻雞蛋 那那隻雞蛋 天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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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要搬走他 原因是因為他太吵 但是雞媽媽都吵嗎 吵 他們起碼三四隻雞 好像三隻雞 旁邊左邊有嚴吵 OK 其實我們這些房子都很遠 但是他都嚴重 但是最環寧就是 每一隻新鮮 暖粒粒的地方 你可以新鮮 我都不知道 每天生一粒 對 生一粒 如果家裡夠大 你可以再嘗試 去用一下 但是我想我要確保 那屋是雞媽媽 我不想 就是雞爸爸 雞公 因為我是寶寶開始養 黃色的雞仔 看不到有性器官 不知道 那屋龍姑跟我選 不是說三隻雞媽媽 早上都會叫的 對 你不至於那一刻 才知道原來是雞爸爸 是雞爸爸 是雞爸 是雞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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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